这个穿业者,为了寻得半丝装大耍宝的机会,居然甘愿为小宗门扫地。 你是何人,竟敢传我靠山宗? 我乃永恒先帝的长老,此来是要借天道宝体,回去研究研究。 什么?你要借我回去研究?你怎么敢? 达达,圣子尊贵无比,岂是你能责辱的? 永恒先帝,诸过一位先的永恒先帝吗? 正是,将宝体交出来吧。 断然不可能,此来我靠山宗万年一遇之机缘,宗门兴旺之根本。 那靠山宗,就没必要存在这个世上了。 好大的口气。 我说你哪里来的勇气,原来是突破了地境,不过普通地者还是不行。 地者也不行,你莫不是得了十星方? 这帮界域早已没有大地,地者就是天,就是无敌的存在。 井底之蛙,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一切,却不知,这天比你想象的还要广阔。 你们到底搭不搭,不搭就望边上斩一斩,便妨碍我骚底。 瞧见没有,我们靠山宗连扫地的弟子都看不起你。 很好,你成功激怒我了。 什么,你居然是大地镜。 大地镜,这怎么可能? 完了,我靠山宗要完了,都怪你这个废物。 道,道友,当真没得商量了吗? 现在求饶完了。 我们交出天道保体也不行吗? 问宣师姐,你不是宠卖我吗? 怎么转眼就要把我推出火坑,当真是势力眼? 你以为我想做势力眼吗? 那不然呢。 废物,你闭嘴。 对啊,那不然呢。 如果不这样做,我早就死透了。 小女娃说得对,这就是生存法则。 是时候出手了。 是谁,竟敢暗钻老夫。 你看到是谁出手了吗? 太快了,没,没有看到。 到底是哪位前辈出手结尾? 我靠山宗落尺难忘。 是我出手太快了吗? 慢一点,让你们看清楚。 你看清楚了吗? 是哪位高人? 没,没看清楚,只见一道血印闪过。 这会总该看见了吧。 废物,你在干嘛? 一剪就坑灭他,我厉害不厉害。 厉害的屁,你这是将靠山宗推向死亡。 留下虎口,还有谈判的余地,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 如今只能祈求神秘高人,再次出手结尾了,我就是你们扣肿的高人。 废物,别闹了。 报,大长老战死了。 什么?靠山宗有这样的实力? 族长,是一个扫地的将大长老震杀。 一个扫地的? 严格来说,是一位神秘强者出手,最终对扫地弟子捡了便宜。 那个神秘强者是何修为? 最强也强不过帝王精。 出来吧,藏头鹿尾的鼠背。 这是永恒先帝的族长,竟然成就了无上帝王之境。 你们的神秘强者呢,叫出来与我对一对手。 小子你不讲武德,偷袭之前不打声招呼吗? 大声招呼还叫投袭骂? 骂得,帝王就这样为了。 他是怎么做到的,他究竟是什么修为? 帝王静的护身何其强横,岂是随便一剑能破制。 那他他他,该不会是真正的王者吧? 有这种可能。 怎么办,我好像得罪了他。 老祖老祖,不好了,族长也隔屁了。 什么,对方究竟是何修为? 再强也强不过帝尊敬。 老祖宗啊,我永恒先帝要亡呀。 我祖底蕴都惨遭毒手,老祖最可怜,出场一句话没说就被嘎了腰子。 师兄,咱家老祖当真这般惨。 那不然呢,如今只能将老祖宗的仙身请出来退敌了。 上次谁将祖宗埋得这么深,太特么缺德了。 浩强的威压,这是将他们老祖宗的仙仪请来作战吧,而等不知天高地厚,竟敢杀害我祖底蕴。 还不速速束手扶诸。 老祖怎么办啊,那可是一位仙。 也罢,此前能一堵仙姿,已然无憾。 仙有这么样,就算是胜赖了,我且一见露汁,他怎么敢说出这样的大话? 兴许是害怕过头,被恐惧麻痹了神经。 一声饱喝,这两个无名小费,当真把老祖宗借了出去。 一时间法术打坐,在场的各位都莫名感到心头俱惨。 他喵的,哪个不孝子孙想害我? 好家伙,或许是感到朱打标的厉害,老祖宗居然半路刹车,盒子随即爆裂开来,里面竟是一个穿着现代服饰的女尸。 这是什么情况?